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盐厨房 今天用茄子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洗干净的茄子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这个茄子不要切得太薄,太薄了后来就不好操作了 切的时候底部不要切断 然后再改切成小方块 现在可以把茄子的地去掉 茄子切成现在像花一样 其实现在也可以上锅直接蒸 为了缩短茄子的蒸制时间 现在把茄子可以掰开 掰成这样的小条状 掰好以后直接放进盘子里面 锅中水开之后开始上锅蒸 上茄子蒸三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把猪肉切一下 肥标肉和瘦肉分开来切 先切成小薄片 再切成小碎丁 再把猪肉剁碎 都好先放进盘里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丝 然后切成姜末 再切一点蒜末 茄子蒸好以后先把盖子打开 起锅倒油 油热之后把肉末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肉末边炒边色 把姜末和蒜末下入锅中 炒出姜末和蒜末的香味 现在放入一勺甜面酱 翻炒均匀 炒出姜香味 放入一勺红烧酱油 一大勺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肉末完全吸收了酱料 向里面倒入半碗开水 现在可以尝一下味道 如果感觉太甜的话 可以放入适量的食盐 锅中沸腾以后 把茄子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 让茄子也充分地吸收料汁 差不多炒至两分钟的时间 翻入一丢丢的鸡精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入小米椒 上面再撒上葱花 美味鸡成 这样我们的肉末茄子新做法 就完成了 口味鲜香软嫩 又是一道下饭菜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准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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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